全部都用这个 拿起摆在办公桌上的消毒水 内政部部长徐国勇 12号早上到移民署为请同仁 不忘勘察环境 特别是因应新冠肺炎 到处都放着一罐次氯酸水 确保随时可以消毒 这个也有 对 都要 他们这都有 他们这也有 对 次氯酸水 再三确定移民署的门口 也放着次氯酸水 现在进出政府机关 不但要量体温 还要在手上喷上抗菌液 那是要消毒用的 现在这种线道 每一个人出自工厂的时候 要消毒一下 我家里养猫 所以我经常都是 家里都会用这些东西 拖一下地消毒一下 就是这样 主要就是消毒 咱们用的主要就是消毒了 黄疫概念升级 次氯酸抗菌液成为首选 专家表示 次氯酸抗菌液 对于一般细菌 致病性真菌 病毒等各类微生物 抗菌率 接近99%以上 接触皮肤时 也如清水般的舒服 至于酒精 除了有刺激性 对于一般的细菌 和外套膜病毒有效之外 浓度只要低于50% 就会失去抗菌的效果 次氯酸水的话 它这个是 以前是浇在食品里面 做食物防腐剂用的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抗菌范围是特别广 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新型的 可以做来消毒的东西 那新型冠状病毒 它因为它是一个 有脂肪包背的一个病毒 所以酒精跟次氯酸水 应该都是同样有效 拿起次氯酸抗菌液 按压好几下 喷在手上 同步搭配次氯酸物化机 在国家大门桃园国际机场 出入境第一线全面消毒 让国人防疫更有保障 记者刘志展 谢耀珍 陈寅如台北桃园采访报道